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朱美瑜 受疫情及中美貿易戰夾擊,近年香港的初創營商相當困難 內地方面更首當其衝,一些大灣區的規劃亦受阻 不過在上個月,特首有提及到原來港府和深圳市政府 和前海管理局一直緊密合作 在前往當地註冊的港資企業也超過1萬1千間 數字也多,枯化了的企業也超過200間 為甚麼會這樣呢?當中有甚麼原因呢? 今天歡迎前海國際服務總經理和大家一起探討有關的話題 歡迎你,Ewan Hello,Hello,Charlie 是的,其實在疫情期間,兩地都不知道實際的情形是怎樣 初創的生態環境 可否跟大家說一說,在疫情期間 香港的初創是怎樣?前海方面的初創又是怎樣? 他們經歷的困難和應對方面是怎樣? 我發覺我之前也有些媒體朋友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發覺在深圳和香港的處理是非常不同的 為甚麼呢?其實由2、3月開始 其實我不停地去做一些前海的政策 我們是說怎樣去協助企業復工復產 是 但在香港,我經常聽到大家 要申請一些抗疫基金 申請科技券 申請DEBIS 即是整件事的反應 大家都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深圳會想怎樣去幫助 譬如說,你做一些廠 可以幫助廠開工 怎樣可以有原料 再可以繼續供應 在香港是說何時停工 何時回AB間 何時去數碼化處理 整件事有些不同 我覺得大家的反應 其實兩地的初創的特性都不同 好像香港可能是Fintech為主 又或者是一些 即是你說的那些數碼轉型 即是一些傳統的企業都要出來 如果不轉型就死定了 一些初創可能香港是Fintech為主 前海可能是硬件初創 或者一些創意的產業 其實兩地的初創 在疫情期間會不會有一些 即是你剛好正中下懷 你那個產品、方案 剛好食中疫情的 可能會好些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死亡率的機會會更加高 你怎樣看這些情況 我們早前8月13日 搞了一個疫事創業的分享 找到一些創業者的分享 比如說在香港來說 那些企業怎樣去面對這個疫事的問題 比如有人做茶餐廳的 那他就去做自己的數碼化 例如做電子點餐服務 我們就變成我掃完那個計劃 就是點餐 變成我又不用去搞餐牌 安心一點 然後也有些創業者 原本是做開製作的 他就順便做大課 因為他有這個經歷 他有一個專長 另外有創業者 他本身是做AI的 他除了在這個期間 增加自家的 在技術上的能力之外 其實他都拿出來真是教人 變成他在訓練方面 反而也有一個商機在那裡 另外有一間是做機械人 非常之出名 是老邦科技 他自己因為做機械人 無論他可以用來做消毒 可以用來量體溫 反而變成他自己 他就說整個假期中 不能放假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同 至於我們自己公司 其實我也要求同事 提升他們的數字的能力 無論你Facebook的能力 你要懂得 譬如說我們要做所有教育 所有活動 要轉做網上的時候 我們怎樣應對 那種網上宣傳 譬如在IG的宣傳 社交媒體 LinkedIn 我們有些都要提升大家 另外在公司方面 其實我們都會令到辦公室更加數碼化 譬如大家很容易可以工作從家 我們都會做VPN 方便同事可以在家裡繼續工作 剛才說過 其實大灣區規劃也可能會瘦了 或者剩下了一段時間 但為何有不少的香港初創都上去 即是前海創業 剛才有說過 好像六方科技等等的企業都上去 其實他們尋找甚麼呢 為何會留在那裏 有甚麼吸引力呢 那我講回 其實大灣區對大家來說 是一個內地的市場 其實現在如果你靠香港一個市場 沒錯我們有一個很強勁的內需 我們那個百分比都不差 但是如果你發展到某個地步 如果你做些事比較專門的話 其實你是需要一個更大的市場去支持自己 所以大家都會去上大灣區 另外就是因為 其實大灣區規劃真的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青年政策給香港的創業者 所以其實在這一方面 其實因為政策上的吸引 無論資金上 土地上 人財吸引上 住房上 其實真是很吸引 所以令到大家真的會想大灣區這件事 明白 好 我們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再談